唉 我真的想不通 為何緊張大師會輸 連大衛希斯也解釋不到原因 我知道了 是甚麼 因為松草寺緊張 恭喜日本隊 早兩天他們就憑著唯獨愛里 贏了千馬草地大賽 是史上第一次贏了美國的 肉馬者杯賽事 衝線那一刻 此作科人的團隊真是超開心 而今次這場勝仗對日本隊來說 真是很有意義 之後的肉馬者杯賽馬大賽 此作科人再來個combo 憑著Marche-Lorraine爆懶爺馬 捧著兩個杯回家 今次日本隊還不是大豐收 恭喜完日本隊 就要恭喜馬坤和杜遠恩 因為他們家多了兩個新成員 講的是這對這麼有趣的毛鞋 這兩個小朋友 一個和馬坤穿同一件衣服 另一個就拿他對金剛退來做枕頭 果然是地位非凡 希望之後可以多點在IG見到他們 想知道外國騎年的動向 現在上網其實什麼都有得看 這麼方便 所以不少香港的馬主都會在外國養馬 最受香港馬術歡迎的地方 首選一定是澳洲 因為不少香港賽區都是來自澳洲 所以很多在香港退役的馬匹 都會運來澳紐優養或者繼續出賽 好像黃縣萬名下 今年3月因為腳樽退役的跳出香港 以及河家區名下的川河達區 離開香港之後都是去了澳洲優養 而川河達區之後還再見珠峰錦標 除了轉跑道由香港跑去外國之外 有些馬主在外國扣入馬匹之後 還會直接養在當地馬房 好像包裝系馬主李文斌 和共創系馬主蘇啟勝 在澳洲就有一匹智寶 交由連馬師寧愛心訓練 他早前已經贏出玫瑰剛堅尼 以及雲絲仙子錦標 近日還出戰當地一級賽國士盾 雖然最終跑第四 但是都夠了 近年澳洲馬壇 中多了一個香港人熟悉的面孔 就是大摩辣 他20年在香港榮優之後 就回去澳洲玫瑰剛 和弟弟摩加利攜手練馬 而他在澳洲的首場球馬 就是來自當時屬於德勝區馬主 李永泰的Morandang No.1 來到今年 大摩決定轉去黃金海岸切瘡 為他帶來這邊首場頭馬的So Clever 他在香港登記的時候 叫做更勝一首 是由菲萊瑪馬主何健開醫生 和朋友擁有的 看來大摩和香港真是好有緣 除了澳洲 另一個香港人熱捧的養馬地 當然是英國 慶系馬主鄧先生 在英國亦都有養馬 他名下由紀師傅 以及紀兆峰訓練的Turquoise Kingdom 今年7月還成功開債 厲害呀 就是Turquoise Kingdom 直到來自Oui Moe 和Turquoise Kingdom 非常好 傳奇名區翠河馬主 夏加利多年來都活躍英國馬坦 他的馬匹更多數以Red命名 其中Red Burden洪翠曾經來過香港出戰香港平 去年還火拍大圖里遠征法國 在巴黎龍上馬場輕鬆攻下一場二級賽 說實話 法國那邊都有我們香港馬 上年在香港退役的壯司飛 離開香港之後加盟了法國趙信船馬房 今年都跑過幾次 拍檔還是香港馬迷很熟悉的毛思義 馬匹在外地跑得好成績 馬主自然會想帶他們回香港 大馬主蕭氏家族 之前在英國也都有一匹 被譽為歐洲最佳兩歲馬之一的Atomic Force 他已經在法國贏了一場二級賽 Hello my darling But his kick going on again is Atomic Force Atomic Force now by three lengths to bargain 馬主最後決定將他運回來香港 上個月已經是三家拍馬房下腳 暫時還未有中文名 不知道他來到香港是不是都有好表現呢 期待他快點上陣 不過明晚跑馬地的夜賽 少時家族都有派馬出擊 由方家伯訓練的凡哥兒 再次賠償霍仔霍雲星 不知道他們可否爭取到兩年勝呢 剛剛沙田日賽 終於開齋的蘇寶羅 星期三都會大舉出擊 不知道可否保持勢 再下一成呢 星期三我們就知道了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